今天很高兴来到温哥华博物馆来看这个预展 就是这个一时之地的这个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就是温哥博物馆跟BC大水一块去举行的 他们之前已经在那个温哥华博铺 有一个比较小型的展览 这个展览有带很多 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是做得非常专业 因为他的名称叫一时之地 A seat at the table 他就用我们华人的人事跟餐馆的文化 把我们华人的整个移民的历史都展示出来 在这里他们用不同的媒体 因为他们都是BC大水很多读高科技的 就是digital media的时候来展示 用新的技术来展示 是华人这个移民的历史 所以看起来是很生动的 你不会觉得去保管 看展览是很闷的 他有很多展品 就是把我们华人找出的 受持续的历史 然后还有他们怎么去荣誉这个社会 完全都是通过餐人业的餐馆的文化 一展示食物谁都不会不高兴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再来看一看 最令我留下最新印象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 German氏的主题就是我们华人从移民开启的时候 就受到当地的白人社会的种族秩序 你看见他用很多中国的灯笼 但是比较现代化的灯笼都把以前 持续的历史一一的写出来 在我旁边的就是看出来是省议会 那个时间定了很多持续华人的法律 包括不允许雇主聘请那些华人 那我很高兴在我2013至2017年 作为多元文化厅长的时候 我有一个就是Legacy的一个计划 就是把所有持续华人的所有的 子白条的法律 我们都重新展示过 把所有持续的制言都完全取消 所以现在我们BC省的法律 再没有持续我们华人的法案存在 所以我今天看见这里这个展览 都感到非常高兴 但唯一有一点遗憾 就是因为最近新冠疫情的关系 其实亚洲移民的 有什么华人移民的个案有挣扎了 所以种族其实还没有完全是杜绝的 所以我们作为少数主义的社区 我们一定要发出声音 还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 等我们所有加大人BC省年 不同族裔包括这边出生的其他族裔的神明 要知道我们加拿大 我们BC省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 每一个族裔都对我们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而且我们加拿大确实是有不同族裔的移民组成的 所以应该绝对不可能全在歧视任何一个族裔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过来看看 这个温哥华博物馆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真的是 我觉得我看 关于华人移民历史的一个 做得非常值得大家观看 观看的展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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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